快乐无意识的动机原理 在列举了这些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分析 人类行为背后的各种动机因子的复杂互动 外部世界带来的感觉 情绪 本能 喜好及清晰的想象 都是造成快乐和不悦的缘由 它们都以某些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 但是最终 所有这些都是直接作用于表层的动机 对于人类心理和生理最高层的吸引是 快乐的无意识 基于这一证据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不是认知 而是抑郁 意思的抑 欲望的欲 如果我们考量每一种生理感觉 和精神世界的元素 比如思想 主义 记忆 信仰 以及考量我们的行为活动 观察它们是让人愉快还是让人沮丧 是带来了快乐还是减少了不悦 我们就能对人类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 获得更根本的了解 再回到拖延的例子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原则 在行动中的作用 之前我们可能感到困惑 为什么使人逃避的焦虑感 竟让拖延症患者突然爆发 一心只为完成任务呢 更别提 为什么在最后期限来临前 虽然他已经感受到了很大的焦虑 却仍然不付诸行动呢 如果我们将拖延产生的焦虑 看作是由想到未完成任务的后果 引起的不快 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只要还有时间可以偷懒 我们就能轻松地消除 想到不能完成任务时的不悦 及伴随而生的焦虑 方法就是 把做这件事的日程定得靠后一些 然后将这件事暂时抛之脑后 担心的想法和焦虑感 就会暂时消失 直到再也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抛之脑后的做法 无法再起作用 唯一可以缓解焦虑的方法 就是赶快做这件事情 而这时的焦虑感最为强烈 另外一个可以观察到的 有趣的事实是 一个人对未来事件的情绪反应 与他的现实期待息息相关 比如说 不管一个拖延者如何努力 也没有能够让他改变想法的事物 他绝不能成功地骗自己 已经完成了任务 或者压根就没有什么任务 同样 一个尽力给自己定时间期限的人 知道这个期限 其实不会带来什么结果 就很难说服自己相信 或者让自己感受到 那种真正面临最后期限 即预期导致后果式的焦虑感 事实上 我们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情况 没有外在时间约束 只需对自己负责 去尝试做仅靠意志完成的事业 在结束这一讨论前 我还想讨论一个问题 它关乎我们执行多重任务时的情况 事实上 如果一个人能给予一个任务必要的注意力 就说明 他具备同时处理多重任务的能力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 但我在此只会简单地描述一下 众所周知 一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而且 每个人每天能支配的注意力 也是随时变化的 一些活动会比其他活动 需要更多的注意力 我们的注意力 能够发挥两大功能 感知和行动 那具体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下一集 咱们接着聊 短期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左下角店铺 购买正版纸之书 右下角的点赞评论分享 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上集内容来说感知和行动 事实上 我们的感官一次摄取到的信息是有限的 且只能感知到有限的刺激源 另外 我们不仅会感知到外界的刺激 而且会感知自己意识层面的思考和想象 以及一些无意识的想法 联想和幻想 因为我们用同一个感知系统来体会所有这些 他们都争夺着我们有限的注意力 我们无法同时听两个演讲 看书时无法再与人聊天 或者思考另外的问题 如果我们边下象棋边看电视 对于棋局的分析就会受到影响 同样的 我们听音乐时 肯定难以解决一道数学难题 当完全被外部世界吸引 我们就很难充分地思考 反之亦然 当做梦的时候 我们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清晰地思考 所以 产生幻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无法真正看清楚这个世界 或控制好有意识的思维 但是 人们自发的行动 也需要等量的注意力 比如 感受某部分肢体需要的注意力 移动某部分肢体 也需要同等的注意力 事实上 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不论什么时候 只要我们的某一部分肢体 失去了感觉 我们就会发现 同时失去了移动它的能力 事实上 大多数人在进行一项体育活动的时候 如果脑子里还在想其他的事情 也就是说 注意力还在其他地方 它们就会发挥的不好 或者说是反应慢半拍 若走路的时候 还留心其他事物 则我们常常会办到 我们或许会把观察世界和幻想 看作人类被动的感知行为 然而 这些行为也存在着 人类有意识的思考过程 我们会发现 有意识的思考和推理 确实需要大量的注意力 尽管它的感性内容 对我们的感官 并不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提及注意力这个话题的原因在于 快乐无意识控制了注意力 以便增加快感和减少不悦 它强制性地将我们的注意力 转移到许多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 和减少不悦的想法 行动 联想和幻觉上 最后 我们必须认识到 我们常常强烈地需要 利用我们所有的注意力 比如说 当感到非常不悦时 我们就无法集中注意力 做别的事情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为未被利用的注意力 寻找出口 如果我们和一个 棋艺比较低的人下过吉祥棋 我们就会分心做点别的事情 比如说看电视 听音乐 或者同时再下一盘棋 这些常体现在 无意识的过程中 比如说 在掌心玩某个东西 或是在房间里踱步 如果这种行为 会带来快乐和缓解不悦 就更好了 这里存在一个有交叉的地方 由于快乐和不悦 可能同时引导着注意力 而这两者 又都是生理感觉 所以都需要注意力的感知 与所有的刺激源一样 一个人投入的注意力越多 感知就越生动 当然 这与快乐无意识的机能 是相符合的 因为不论一个刺激源 是痛苦还是愉悦 他若企图改变一个人的认知 则首要条件 使这个人需要感知到 这个刺激源 事实便是 一种感觉越强烈 人们便会自动地 给予越多的注意力 这里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也就是 人们能够有意识地 控制注意力的方向 我们将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 运用这种控制的能力 称为意志力 意志力与快乐无意识 总是处于激烈的竞争中 而且意志力常常被快乐无意识击败 一个人很难把注意力 集中在那些不会带来快乐 或者减少不快的事情上 即使他想把注意力 放在这样的事情上 通常也不会保持长久 在面对许多想法和外界事物时 虽然注意力会被快乐无意识干扰 但是我们能够通过控制注意力 反过来间接地控制快乐无意识 换言之 一个人能够通过意志力 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所感知的事物上 从而调节他所感到快乐和不悦的强度 这样一来 一个正经历多重不悦的人 可以选择一种 他首先要面对的不悦情绪 而不是让自己不可避免地陷入 最为强烈的不悦之中 因为他其实可以控制那些不悦的强度 讲完这点 我们进入下一场吧 我们将继续探索意志力 注意力和快乐无意识之间的区别 本集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左下角店铺 购买正版纸质书 右下角的点赞评论分享 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第四章 快乐无意识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现在知道了 动机的心理因素 在最基本层面上 可分为快乐和不悦 在这种新的思路下 我们可以试图去理解和纠正 类似本书开篇提到的 有害行为 解决问题的关键 不在于用逻辑 说服或培养意志力 而在于唤起一个人 内心深处的快乐无意识 来发挥作用 但在处理这一问题前 我们得先来仔细研究下 快乐无意识 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也将运用许多心理学的方法 来引导控制和探索 快乐无意识 我们先来说 不悦感引发的动机 和快乐引发的动机 减少不悦感引发的动机 与增加快乐引发的动机之间 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异 不悦感会激发人们 采取一种非常明确的 具体的行动 那就是摆脱 或至少是缓解这种不悦感 相比之下 快乐的获得 却来源丰富 即使帮助一个人 摆脱不悦的事情 不止一件 通常也只有少数几件事情 能做到 饥饿感 能够由吃东西消除 寒冷 能够由加热消除 疲倦 能够由睡眠消除 僵硬感 能够由舒展身体消除 皮肤操氧 能够由脑氧消除 尿液 能通过撒尿消除 生理疼痛 能够通过移除 制造疼痛的事物来消除 诸如此类 对情绪来说 情况也是如此 悲伤的人想要快乐 愤怒的人想要报复 焦虑的人 想要逃离 引起焦虑的环境等 很显然 一个人会设想 行动的过程 然后开始全神贯注地 思考行动 该如何执行 以及如何处理好 所有的问题 一个饥饿的人 会发现自己想着食物 以及想着 该怎么得到的 一个疲惫的人 会想补教 一个信誉很强的人 想要信焦 一个生气的人 想要报复等 而增加快乐 又是另一回事 不论是读新闻 带来微小的愉悦 或是听音乐 带来中等程度的愉悦 或是其他形式 带来的巨大愉悦 通过任何一种方式 增加愉悦 都能很大程度上 满足这种冲动 一个情绪平和的人 会被这些活动吸引 即使他们带来的愉悦感 十分有限 而他最终的选择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他的一些因素 比如需要花多大的努力 才能开始这项活动 可能从中获得什么 他面前有许多 可选择的行动 这些行动 能让他获得快乐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意志力和理智 会对他的行为 产生最大的影响 我们能从中获益的一点是 我们需要知道 自己努力把握的 行为的动机 是出于减少不悦感 还是寻找快乐 当然 在不同情况下 抽烟或自卫的动机 可能是两者兼备 或者是出于其一 我们需要区分 这两种不同的动机 因为这关系到 我们采取的 不同方法 本集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 左下角店铺 购买正版纸之书 右下角的点赞 评论分享 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我们来探讨 不同来源的快乐动机 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 人们的控制力 到底有多大呢 人们常常觉得 能够完全控制 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使自己的主人 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这是幻觉吗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 这就是一种幻觉 快乐无意识 是极其隐秘的 发现并且清晰地 描绘它的存在 简直难于赏青天 它隐匿于 我们的意识领域 以至于我们把它 对我们的所有影响 以及对大脑的完全控制 都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它不提供任何解释 而且直观看来 它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一个人 没有意识到 情绪在引导 认知的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 它是突然降临的 它根本不会去思考什么 比如危险来临时 它躲避 击打 或退缩到一个洞里去 但是它毫无疑问地 知道确实要这样做 并能够运用 任何理智的工具 将这种需求 合理化 一个人很难辨认出 自身更为基础 和根本的部分 而这一部分 就是快乐无意识 它可以解释 所有这些欲望 同时 这种无意识系统 总是力图 让自己得到满足 这种动机一直存在 它不似人类的情绪那样 仅是及时发生 它是一种 生命中常在的力量 然而 人类虽确实有能力 控制注意力 但是这种 有意识的控制 与快乐无意识之间 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竞争 人们很难对一些 无法为我们带来快乐 或减少不悦的事物 集中精神 在大多数时候 虽然我们能够感到 自己拥有控制力 但同时默许了 快乐无意识 与之竞争 如果我们正努力 回忆一段痛苦的过去 或是说 正努力读一本 无法提供 丝毫阅读乐趣的书 一些更为有趣的联想 会随时趁机而入 我们一般无法终止 这些令人愉悦的联想 除非另外一些 更为有趣的联想 吸引了我们 然而 我们也能够将注意力 或至少一部分注意力 集中在一些 不悦或中性的事情上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毕竟 我们的注意力 并不是只能 集中于一件事情 它可以继续拆分 同时关注不同的想法 活动和感知 如果一个人当前 并没有不悦情绪 快乐无意识 只是单纯想要增加快乐 这样一来 一部分注意力 就可以使它得到满足 快乐无意识 其实并不难取悦 虽然人类大脑 在没有感受到快乐的时候 会去寻求快乐 但是只要有了一点快乐 或者是 只要增加了一点快乐 大脑在很大程度上 就会感到满足 一个人只要花一小部分注意力 来完成这件事情 就能享受这种感觉 我们有许多 获得快乐的方法 闻令人愉悦的气味 观赏美景或艺术 听音乐 沐浴在微风中 洗热水澡 吃美味的食物 完成一项细致的工作 玩游戏 锻炼 读一本有意思的书 体验一种愉悦的情感 思考一个有意思的想法 沉浸于幻想 听喜剧 和朋友闲逛的 其中一些活动 所需要的注意力 较之其他会更高 带来的快乐 也会更多 不同的活动 所需要的注意力 和带来的快乐 不会完全相同 当我们能够通过 投入一部分的注意力 来获得快乐 就能够将剩余的注意力 用来思考问题 或者完成我们 所选择的任务 毕竟 下面这些 也不是什么不快的事情 听音乐的时候 做一些杂活 游泳的时候 想一些无聊的事情 喝咖啡的时候 写篇论文 在体验快乐的同时 我们充分利用了 剩余部分的注意力 正是在这类经历中 我们才能逐渐 获得更大的成就 本集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 左下角店铺 购买正版纸质书 右下角的点赞 评论分享 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高层次的成就感 产生更大的快乐动机 我们需要记住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快乐无意识 不仅是寻找快乐 而且是寻求增加快乐 这对人们的行动 产生了非常有意思的影响 如果一个人正在经历 一种微型的快乐 比如在完成一项 令人不悦的 家庭作业的同时 听一首喜欢的歌 他就不会刻意想要 放下当下的活动 去做一些 更令他快乐的事情 即使他能够轻易地 将目前用于 完成作业的经历 用于玩电子游戏 而且电子游戏 显然会让他更为开心 他也不会做出 这个改变 关于这个现象 一个原因是 他的注意力 已经用于听音乐 和写作业 这两项活动中 根本无暇思考 更有趣的活动 另一个原因是 他对电子游戏 带来的更大快乐的预期 没有强大到 令他放下 正在体验的快乐 所以电子游戏 不能驱使他 转移注意力 俗话说 一鸟在手 胜过双鸟在铃 但是呢 如果一个人的注意力 出于某种原因 比如说接电话 被动地发生了转移 或者说 整个活动体验 变得让人不悦 比如他厌烦了音乐 或作业 或同时厌烦了两者 他就会被驱使着 换一个更为有趣的活动 也会较容易 服从于那种冲动 反之 一个人想从一个好玩的活动 转到一个 没那么好玩的活动 即使后者 也能让他开心 就会出现一种 与之前完全相反的情况 这种变化 减少了快乐 所以快乐 无意识 会让他十分反感 这种变化 放弃之前 更大程度的快乐 来体验一种小的快乐 是非常困难的 这时 只有当一个人 突然体验到了 另外一件不悦的事情 这种从大到小的 转换过程 才能完成 正是因为这一点 我们才说快乐 有高低之分 这也是为什么 当一个人的生命 充满了各种各样 令人激动的成就 和胜利时 那些低层次的消遣 比如玩电子游戏 喝酒 便不会对它 产生吸引力 我们需要理解 当一项活动 令人快乐的时候 所谓快乐 只是对活动中 所有细节的一个概括 快乐是对气氛 起起伏伏的活动的 一个平均值的描述 因为在所有的活动中 快乐的和不悦的体验 总是连续发生 许多活动之所以令人快乐 是因为 他们消耗了人们大量的 甚至是所有的注意力 前文曾提到过 这是人类大脑 非常重要的工作 而它同样是由快乐 无意识驱使的 玩游戏 造桌子 创作油画 写论文 搭建网站 煲汤 诸如此类的活动 都需要我们十分投入 且进行深入思考 当然 我们知道 有导向性的思考 需要极大的注意力 在上述的每一项活动中 一个人需要持续思考 他接下来要做什么 他需要将大问题 拆分成容易处理的多个部分 接着 他该思考 如何完成每一个部分 然后才开始采取必要的行动 在完成后呢 开始面对下一个问题 虽然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令人愉悦的 但是每当他完成一小步 特别是在克服了一定的困难 才完成之后 他会自然地感到一种快乐的情绪 一种满足 一种成就感 这毫无疑问 是令人愉悦的 同样 他感受到了一种期待中的放松感 以及对自己将完成目标 这一预期结果感到激动 这是令人愉悦的 所以会促使着他继续行动 关于投入一项活动 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细节是 一个人能从投入一项活动中 得到多少的快乐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与这项活动 发生深刻连接的能力 反过来说 这同样取决于 一个人能够为这项活动 投入多少注意力 但这是会变的 一个人的注意力 在一天后会自然地下降了 比如说他变得疲惫 或是吃得太多了 或是他的注意力 被其他事物打断 比如出现更令人愉悦的事情 让他分了心 或者是一些不悦的事情 占据了他的一些注意力 在这些情况下 一项之前令他愉快的活动 现在却让他觉得 十分不悦 对于这个现象 部分原因是他现在 没有足够的精力 投入这项活动 所以他不再能成功地 完成任务中的每一步 这让他失去了活动中 高潮的那部分 也就是当他成功地 完成每一步时 感受到的幸福 另一部分原因 是他现在无法清晰地思考 接下来需要完成的步骤 或者判断这些步骤的正确性 这还带来了不确定 恐惧感 甚至是对最终结果的焦虑 这一切都与之前预期的放松感 以及有信心获得成功时的激动感 截然相反 游戏能够体现一项活动 让人愉悦的所有细节 电子游戏更是如此 一档电子游戏的每一部分 都是新的 它让人兴奋又惊奇 玩家必须不断地实现 一个个小目标 克服重重困难 才能向最终目标前进 最终赢得胜利 他被游戏中的不断进步所激励 这让他感到兴奋 他既对接下来游戏带来的快乐 充满期待 又对接下来的游戏情节 感到好奇 许多游戏并不会要求玩家 为了通关 而投入过多的注意力 所以即使玩家累了 注意力不集中 或是根本心不在焉 游戏也一样很好玩 只不过好玩程度 可能会打折扣 正是由于这些 令人愉悦的特质 电子游戏才会让人如此着迷 有趣的是 一旦玩家通关 或是已经知晓游戏的套路 这些令人愉悦的效果 大部分就会荡然无存 本集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左下角店铺 购买正版纸质书 右下角的点赞评论分享 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积极的情绪 可以无视快乐无意识的绝对指令 积极的情绪是快乐的一种特殊来源 从动机的角度看 它们的持久性 让它们变得独特且耐人寻味 也就是说 它们可以带来快乐 却不用占据人们任何注意力 相对消极的情绪来说 积极情绪并不太多 它们包括幸福 兴奋 喜欢 或爱 在一个事件圆满结束后 幸福感能够作为一种快乐 延续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 它还能让人将注意力 集中在感兴趣的事情上 不去来自快乐无意识 发出的绝对命令 因为快乐无意识 早已经得到满足了 另外 这些情绪带来的快乐 比其他来源所带来的快乐更大 的确如此 这些情绪是人类体验的最高峰 其实 毒品也有类似效果 但是 毒品能让我们 不用集中注意力 就感到快乐 但也会损伤我们的注意力 和认知功能 敏锐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我们在这本书中 几乎没有提到 人际交往的因素 在本书最开始讲述的 五个事例中 主人公们都是孤立的状态 都在独立解决各自的问题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有原因的 事实上 社会因素 即他人给我们的经历和动机 带来的影响 让始终存在的快乐 无意识的推力和拉力 变得更加难以琢磨 社会交往的影响是最大的 人际关系中充满着各种情绪 以及很多的快乐和不悦 而我们常常将他们的影响 视为理所当然的 在很多社交场合 人们行为的动机是复杂的 我们或许会努力让别人发笑 别人或许也会努力让我们发笑 我们会担心自己让人失望 或被人批评 我们或许会向某人 展示自身的吸引力 或至少在想如何做到这一点 我们发现自己必须勉强同意 去参加一些集体活动 而在一些感兴趣的集体活动中 我们会玩得很开心 总之呢 社交的范围 设计一场复杂活动的许多方面 大多数人的生活 都持续处于社交网络中 他们总能发现自己 以一种理智的 环境导向的方式来行动 这是因为 社会环境中的动机多样 有力且复杂 这让人们很少会去思考 自身行为背后 更为基本的心理因素 其次 人类的自省意识 在最初阶段是很弱的 一个人若是摆脱了 所有的社会影响 就会经常发现 自己再也没有动力 完成之前认为重要的事情 他不用焦虑 别人要求他完成的任务 比如工作 上学 或是旅行家庭责任 或不用竭力得到他人的赞美 想吹嘘 炫耀成就 或是讲述自己的言行 如此一来呢 他很有可能 发现自己完全被寻找快乐的需求占领 迅速地倾心于面前那些最低级 最容易获得的快乐 一个人用这种方式 让自己沦为自己的工具 完全受快乐无意识地支配 这种状态 至少会持续一段时间 直到他开始自我厌恶 或者是其他因素 最终让他走出这种状态 很多人都陷于这种泥闹中 我也曾是其中之一 真的想要吃了自己 本集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左下角店铺 购买正版纸质书 右下角的点赞评论分享 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第五章 动机的心理框架 现在我们充分地了解了 快乐无意识的各种细微差异 以及它如何作用于人类的行为 理解了这一系统的运作方式 我们将继续讨论 利用快乐无意识起作用的方式 并最终从中获益 我们发现 首先要考察人类意识的心理框架 及其应用 因为各种动机之间的冲突 正是在这里发生的 我们先来说 筹划一件事 已经包含了三种动机 最终呢 我们又要重新开始最初的调查 此前 我们将一项未来的活动 分成三个独立部分 即开始一项活动 需要完成的准备工作 活动本身 活动的结果 毫无疑问 这是在人类心理意义上的真实分层 而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描述这一现象 就随便选择了一个有用的工具 我们对待大脑的每一个方面的方式都是不同的 然后它们都以一种特殊的快乐或不悦影响着我们 现在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当一个人想到一项活动的三部分时 这三个部分会分别让他感到快乐和不悦 这是因为 当人们想到他们时 预期的未来 或者想象中的活动与场景 就变得真实了 所以这三个部分 能够在当下唤起快乐或不悦 当然 所有的快乐和不悦都只能在当下体验 一个未来的想法影响人的方式 等同于人们当下对外部世界的一些感官感受 一项未来的任务引起的快乐或不悦 会驱使人们展开行动或消极逃避 这些都是基于快乐无意识的影响 比如 快乐无意识会让这个人 努力从寒冷的阴影走向温暖的阳光 前提是 这样做不会要求他经过污秽的地带 或暴露在危险中 有一个说法可以解释快乐无意识的强制效果 即我们对一项任务预期的快乐和不悦 与我们真正经历过的快乐和不悦十分相符 这是因为我们的预期在无意识中已经与过去相类似的经历连结 也就是说 我们的预期其实与现实之间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或至少与我们的经验有十分紧密的关联 事实上这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已经提到 人们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一个行动的结果 会比他们事实上要差 在预估快乐的程度时也是同样的情况 我们会按照已有的认知来描绘一个未来情境 毫无疑问 我们在无意识下做出的关联和重现是有缺陷和不准确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这是如何发生的 实际上 未来的经历和我们心里的预设相关 而且我们对于某项活动越有经验 脑海中呈现的图景就会越真实具体 若是我们对某项活动几乎没有什么经验 或者所有的经验都只来源于书本 则另当别论 我们只能完全虚构未来的场景 这与现实毫无联系 这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焦虑 虽然大脑仍会试图无意识地去呈现我们毫无经验或知之甚少的活动 这种情况下 大脑通常会找到一种最类似的经验进行类比 其实这种类比的结果与真实的情况相去甚远 现实情况或许完全出于偶然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未来的任务会唤起的几种具体影响 虽然具体情况不同 但是每一项未来活动的三个组成部分 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不悦的类型是相同的 我们下一集接着聊 本集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左下角店铺购买正版纸之书 右下角的点赞评论分享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们接着上集内容来做具体的分析 开始一项任务 开始一项任务是否让人快乐 取决于开始阶段需要的努力程度 或者说快乐程度与努力程度是称反比的 所以这一环节只会唤起不悦的感受 因为开始任何一项活动都需要我们付出努力 任务本身 任务本身能否让人快乐 取决于一个人对任务的预期 这种预期基于他过去相关的经历 而且这种快乐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一个人正在经历的快乐和不悦 通常来说 这很好地体现了一个人投入某项活动时 实际上能获得的快乐 然而 这种在线可能并不准确 因为人们潜意识里会维护最近的经历 而非遥远的经历 更偏重不快乐的经历 而非快乐的经历 最不准确的情况是 一个人从未亲身体验某一项活动 便将自己对这项活动的预估 都建立在十分有限的信息上 在这些情况下 人们还会感受到焦虑带来的不悦 再来看任务的结果 任务的结果 常常让我们产生许多情绪 对结果的预期 不是让人兴奋 就是焦虑 它同样能让人产生厌恶情绪 或是对解脱的期待 或是恐惧感 我们会在评论区放置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就表现了 每一项任务的三个部分 以及这三个部分 各自带来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张图中 我们试图仅在两种维度上 来呈现这个三维结构 虽然大多数思维活动 运行在大脑的潜意识层面 人们在决定 是否采取一项行动时 大脑还是会考虑 每一项任务的三个部分 当然 人们在思考时 并不会同时想到这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会交替出现在脑海中 有时候 它们会在短短几秒钟内 迅速地接连出现 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脑海中最先想到的 要么是任务本身 要么是任务的结果 其后才想到 开始一项任务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在做决定前 一个人并不会总是想到这三个方面 有时候 如果一项任务是令人愉快的 人们就只会想到任务本身 如果这项任务的结果 令人倍感压力 人们就只会想到任务的结果 这两者都足以 促使人们采取行动 即使一个人知道行动的结果 他有时也会毫不顾忌结果 开始行动 这种情况是因为 他当时没有想起这些结果 或者是他刻意避免考虑这些结果 然而 绝大多数时候 一项任务的三个部分 确实会出现在人们的思考中 促使人们投入或拒绝某项任务 人们在考量 是否要做某件事情的过程中 正是在不断地考量这三个部分 人们会认真地权衡这三者的影响 比如一个人在考虑一件需要完成的琐事 他开始想象做这件事多么不开心 随后又觉得完成这件事还是有意义的 然后开始想象 开始这项活动所需付出的努力 最终一事无成 他或许会常常记起这件琐事 然而 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相同的考虑过程 得到同样的结果 使他长时间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 还有一些时候 一个人正在考虑一件令人愉快的行动 但是想起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或者开始行动需完成的一些步骤 于是呢 就泄气了 最终一事无成 这似乎是大脑里经常存在的思路循环 大多数情况下 这会导致人们处于一种停滞状态 本集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左下角店铺 购买正版纸质书 右下角的点赞评论分享 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 精彩内容 开始还是放弃 不同动机的角色 我们会在本集的评论区 放置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为我们描述了 关于一项未来活动的愉悦 激励模式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模型 来预估一个新任务的吸引力 然而 如果我们想预测一个人 是否会真正开始一项活动 我们就必须将另外两个因素 纳入这个模型 这源于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一个情况 即开始一项活动 意味着放弃另一项活动 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目前所做的任何事情 堪称是一项活动 即使他仅仅是躺在沙发上 无所事事 让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人目前所投入的注意力 以及他感受到的快乐 然后再将他目前的快乐和不悦 与开始一项新的活动 将获得的快乐做比较 更重要的是 放弃当前活动产生的影响 会成为一个人最终放弃 还是继续活动的一个主要激励因素 我们知道 拖延者在最后一秒才开始写论文 而不去做一件自己更喜欢的事情 是因为他深知不教论文的后果 是拿不到学分 在这种情况下 焦虑扮演了一个监督者的角色 一旦拖延者考虑不写论文 或是去做点别的事情 焦虑就会抓住他 所以呢 焦虑感不仅让拖延者最终完成了任务 而且阻止他中途去做别的事情 当然 我们也可以将放下当前活动的后果 看成是 开始一项新活动的影响因素的一部分 但是 这两者在人们的思考过程中不同 虽然人们偶尔会同时想到这两种影响 更常见的情况是 人们会单独的考虑这两者 在潜意识里 将这二者看成相互独立的部分 这似乎容易让人觉得 二者只是与一层面上的区别 那么 这张图就会更好的 呈现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 如图措示 一个人是否会从一项活动转换到另一项活动 取决于新活动的三个部分 能给他带来快乐的总量 这要与他当前活动的快乐 以及放弃当前活动带来的快乐的总量 做比较 在下一章中 这将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模型 帮助我们研究和寻求 影响快乐 无意识的各种心理方法 以便最终间接地 控制我们的行为 在研究这个新模型时 我们会自然而然地 想到这本书的一个中心问题 也就是意志力到底发挥着什么作用 在目前通过图三呈现的 对动机的理解中 我们并没有找到意志力的位置 毫无疑问 人类并不是毫无节制 盲目追求快感的机器 我们有自己的意志 我们碰到的那些 拥有超强意志力的人 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能够持续地推后 或是放弃快乐 或是面对不悦的困境 依然十分坚强 更不用说 那些禁欲主义者 苦行者 还有那些道德虔诚 坚定地追求正义的人 他们对个人生活的辛苦和快感 不太在意 那下一集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们的内心世界 本集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左下角店铺 购买正版纸质书 右下角的点赞评论分享 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意志力也符合快乐无意识的 动机原理 看起来 这些人的意志力超乎常人 他们似乎能够成功地战胜和抵抗快乐无意识的诱导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人类的确能够有意识地让注意力独立于快乐无意识的引导 同时按照人类差异性的原则 我们能够假定 某些人的意志力高于另一些人 但他们并不曾拥有一种超脱于快乐原则之上的能力 然而 所有的事实都告诉我们 认为这些人只依靠意志力来持续战胜快乐无意识 仅仅是一种错觉 首先 这些人的不同寻常之处 并不在于他们有能力不听从自己的动机形式 而在于他们经历的动机类型 以及他们在应对特定情况时受影响的程度 我们知道那些宗教上很虔诚的人 会明显地意志自身那些基于快乐无意识的冲动 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处于焦虑 比起没有信仰的人 他们有一种特殊的焦虑 恐惧上帝 我们已经知道 一个人会对他认为真会产生的后果感到焦虑 却不会为他自认为不会出现的后果 制造焦虑 一个相信上帝的教徒 或者至少对上帝的存在 有过认真思考的人 他如果做了一些 甚至是想了一些有违教义的事情 就会感到一种真实的焦虑 他会感觉 自己正在被上帝注视和审判 很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而注定被永远判入地狱 他的这种恐惧就像是有一把斧头真的架在他的头上 正如一个人面对截止日期的焦虑 最终会开始行动 信徒们的焦虑也会使他们做被教育的正确的事情 以免受到上帝的惩罚 他们肯定不是生活在快乐无意识的力量之外 而只是看起来依靠意志力 克服了快乐无意识的驱动 对一些不信教的人来说 他们的意志力体系里 也有一种类似的因素在起作用 即使他们不用担心来世的惩罚 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 也或许会有一些其他人没有的强烈动机来源 这个来源经常是来自社会层面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 人们之间的差异 可能不仅在于各自生活里的动机类型 而且在于人们所感受到的 这种动机的强烈程度 许多意志力强的人 能够卓越地执行信念 而不受困于快乐无意识的冲动 他们并非凭借意志力 而是因为一想到行动的结果 就会受到强烈的影响 毕竟 信念和快乐无意识之间的冲突 本质上是快乐激励的行动本身 与行动结果之间的冲突 同样 按照人类差异性原则 我们可以假定 一些人可能会体验到更为强烈的情感 感到更强烈的愤怒 更沉重的悲伤 更明亮的快乐 更胶着的焦虑的 这或许是他们先天的性情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那些具有超强意志力的人 为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愿意开始一项令人不悦的任务 这是因为 他们想到任务的结果时 能够比常人感受到更强烈的兴奋呢 或者说 意志力强的人 能够放弃一项会带来负面影响的活动 是因为他在想到这些结果时 会比一般人感受到更多的焦虑 更为强烈的羞愧和自我厌恶呢 还是说 意志力强的人 天生在令人愉快的活动中 感受不到那么多的快乐 在一些令人不悦的活动中 也感受不到那么多负面的不悦情绪呢 无论如何 所有这些猜想都是可能的 而且可能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发生 因为他们并不矛盾 我们很容易相信 同时具备这几种因素的人 是一个具备超乎寻常意志力的人 它与只在某一方面展示出高意志力的人 是有区别的 当然 这些都能很好的解释 有些人似乎依靠意志力 就能意志快乐无意识 然而 我们仍然可以假定 存在一种能有意识的 引导自己注意力的 更为强大的能力 它也在一些方面 帮助人们拥有更强的意志力 事实很有可能就是如此 但如果说它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就违背了快乐无意识的 最基本最古老的心理逻辑功能 对于意志力如何影响人们决策 我们已经提到过以下一些情况 在这些情况下 人们的意志力能够把握全局 不受快乐无意识的控制 一 如果有多项活动可供选择 而且所有这些活动都能带来更多的快乐 一个人就能够相对自由地在其中选择 二 如果一个人只投入少量的注意力 就能让自己的快乐需求得到满足 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自己剩余的注意力 三 如果一个人正在同时经历多种不快乐的事情 他就能够决定自己先处理哪一种 当然 这三种情况都是与上集我们分享的图片中 所含的模型相符合的 由于那张图的有效性再一次被验证 因此我们会在下一张中 借助这一模型来考察一些 能够用来影响快乐无意识 最终达到目标的方法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本集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左下角店铺 购买正版纸质书 右下角的点赞评论分享 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第六章 我们的工具箱 十五种策略 这一章的目标是列出一些方法 让我们能够抑制一些 由快乐无意识激发的行为 我们会讨论每一种方法 影响当下或未来活动的哪一个方面 以及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先来说 良心有愧的不悦感 一个人用来抑制那些 由快乐无意识 激发的有害行为的第一件心理武器 就是当他做了自己不认可的事情 当他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后 将会体验到强烈的自责 这是由愧疚或负罪感 产生的特别不悦的情绪 很多时候 如果一个人自认为做事 与他认为的道义相悖 他在做事的过程中或之后 就会自然地体验到愧疚和懊悔 毫无疑问 这属于行动结果的心理范畴 一个人在从事某项 令人后悔的活动的过程中 就会有愧疚感 比如玩电子游戏 或者是自卫 或者是不去健身房 这种愧疚感 就可能成为 促使他放弃当前活动 开始另一项 有益活动的动力 一项未来的活动 这同样有用 正如一个人可以想象 自己在完成了一件 有益的活动后 收获了兴奋感或放松感一样 也可以想象 在自己完成了一件低级 或令人不齿的事情后 会产生羞耻和惭愧 这种想象的负面影响 就会成为 他真正开始 这项活动的阻碍因素 事实上 羞耻或惭愧的情绪 本质上是我们潜意识的快乐 以有意识的意图为实者 通过影响快乐无意识 来影响我们的实际行为 毕竟我们的主观意图和目标 是与行动的结果紧密相关的 一个严肃的问题是 虽然羞耻和愧疚 能够成为一个人 不去做某件事情的因素 但是他们却不足以 真正阻止人们去做某件事情 我们都听说过负罪带来的快感 本书开篇的五个故事中 每个主人公都体验到了 这种负面情绪 然而非常明显 这并未成功地阻止他们 继续做一些无意的事情 在其他一些类似的情境中 情况也是如此 许多时候 这种情绪反应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它对一个人的一些负面行为 并不会产生实际效果 而只是作为实施行动后的 一种遗留情绪 仅仅会削弱一个人的信心和自尊 然而 愧疚感仍是一个 十分有用的动力来源 或者是阻力来源 促使我们去选择那些有意的活动 而规避无意的活动 动机是可以积累的 是快乐与不悦之间的 一场亮的战争 所以 愧疚感也算是迈向正确方向上的一步 可以补充其他的动机来源 共同促使一个目标的达成 再有就是记住目标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意识里的欲望 常常与行动的结果相符合 所以 记住行动的结果是什么 在考虑未来的行动时 时刻考虑到行动的结果 会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而且大脑不会自动这样思考 所以 有意识地记住 需要执行的行动的结果 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本集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左下角店铺 购买正版纸质书 右下角的点赞评论分享 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本集我们来说 不要权衡利弊 或许对理性思维来说 最不正常的一点就是 它会完全默许快乐无意识的指令 如果我们只想用理智来处理一个问题 而不借助任何既定的信念 或消极的联想 我们就常常会非常不理智地 推断出一个能够带给我们快乐 或者是消除不悦的结论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将事情合理化的过程 当我们想要理智地 去分析某个行动的正确性时 它的影响就再明显不过了 这种合理化的过程 常常是通过权衡一个行动 相对于另一个行动的利弊 最终在权衡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然而大多数时候 我们的思考会不可思议地 符合快乐无意识的冲动 致使我们相信那些令人愉悦的活动 同样也是有益的 令人不悦的活动呢 则是无益的 然而往往客观情况并非如此 在权衡利弊的过程中 面对一项令人愉快的活动时 一方面人们内心往往会觉得 这项活动的好的方面 完全能够自圆其说 即使他们在客观上站不住脚 或者毫无价值 另一方面 这项活动的弊端是完全不重要的 即使客观来说 他们是十分有利的 我们再一次发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事实 那就是人类的心理机制的运作 主要就是在处理快乐和不悦的关系 比如说 对一个感觉疲倦 躺在床上的人而言 比较起床 然后开始有效率的一天 他还是选择 待在床上再睡一会儿 对于躺在床上的考量 不管他想到的正面因素 有多么微弱 这些因素都会产生很大的决定作用 因为他们关乎一个人 迫切需要好好睡一觉这一需求 这些正面的因素 可能是多休息 会让人更加健康 或者是睡四个小时后 也可以再开始工作 或者是太累 不适合做任何事 或是早上的鸟叫 吵得他无法工作的 虽然他知道 早起能够带给他更多的满足感 比如他在早上工作的状态最好 他的睡眠时间已经足够了 更多的睡眠 反而会让他觉得疲倦 醒来后做所要做的事情 才是最好的利用时间 睡觉在客观上来说 毫无意义 所有这些让他起床的因素 却只能在很小程度上 甚至根本无法影响他起床的行动 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感受到 这些好处带来的快乐 迫切性的性交 就是最为常见的例子 关于想和前女友性交这一想法 我的一个十分有洞察力的朋友 曾说过 不管客观上来说 这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做不到说服自己 相信那真的不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类情况下 我们被一个自知不正确 而且会为之后悔的行动吸引 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试图重新评估 是否他真的不正确 我们会颠覆自己之前的判断 最终选择做这件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最好提前下结论 然后对他们坚定不移 记住 这些结论比我们一时冲动 所做出的任何推理 都更有效 短期已播讲完毕 如果您想继续深入学习 可以点击本页面左下角店铺 购买正版纸质书 右下角的点赞评论分享 也是对志愿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 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订阅